今天的教程是如何键鼠连手机玩最终幻想时四手游 安卓手机和平板都是支持的 普通的键鼠就可以了 完美高仿电脑版的操作,来看我演示 点下鼠标重键,就可以鼠标控制视野了 WASD这些基本的操作,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我们重点讲下这些滑动才能选中的技能 看看我们怎么处理 这里用到K22特有的多核一组合键 中心和四个方向都可以独立设置 这样就可以轻松往里滑动出招 其他的指示按钮也是类似的功能 按C键就是中心 其他数字键也是对应刚才设置的方向 比如这个技能只有左滑和右滑 看看这时我们怎么处理 这里只配置了A键和G键,其他留空 按下键盘的按键就可以触发对应的技能了 颜值可以忽略不计 游戏中这么多职业,配置技能也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用到K22的多场景功能 一个场景对应一个职业 并使用快捷键切换就可以 再缩下其他功能 按Io键打开地图 自动出现鼠标 按下一SC键 退出地图 并且隐藏鼠标 按下I键 打开功能菜单 都会有鼠标出现 其他同理 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临时用鼠标 可以常按IoT 如果卡四角 也可以单击IoT 这样可以快速恢复 那现在进入教程吧 首先到K22.com下载安装K22 首次使用要激活 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只要安卓系统都可以 安卓平板也没问题 激活后 我们套出键盘和鼠标 什么键鼠都支持 如果是蓝牙的 就在系统的蓝牙管理中配对 如果是有线的 就要借助扩展物 把键鼠的USB口插到扩展物上 扩展物的C口线插到手机上 设备都要给扩展物充电 手机支持HDMI投屏的 可以把画面投屏到电视完 以上没有也没关系 有电脑也可以 安装K22电脑板 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 点击投屏按钮 键鼠就桥接到手机了 正常手机投屏延迟是70-90毫秒 如果延迟大的 可以选景控制 操作零延迟 一切都准备好了 把游戏加入K22中 点游戏的图标 进入详情 在最下面 找到公共配置 这里面有两个配置 有键鼠的 也有手柄的 需要VIP 这款游戏没有VIP基本玩不了 也可以用屏幕上面的分享码 下载好后 启动游戏 点开左上角的悬浮窗 拖拉下按键 对齐游戏的技能 然后返回游戏 就可以完了 你也可以添加和修改按键 比如这里 切换面板没有配置 你只要点下它 再按下键盘的按键就可以了 要改键的话 点下要改的键 再点快捷键就可以修改 还支持同时按的组合键 和顺序组合键 简单直接 再有一点就是 由于游戏的职业很多 一套配置可能不够用 你可以在场景管理这里 复制一套创建 一套场景对应一个职业 并且可以为场景设置快捷键 这样 就算不同职业 不局不一样 也可以得心应手的解决 好了 这就是如何用手柄玩最终幻想 14手游的视频 操作简单 开二映射还有很多功能等你探索 最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 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 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 我们制作更多的游戏教程